欢迎收看华夏电视 我是主播安娜 今天我们请到前万年新市市长 杨千惠女士做客我们华夏电视 千惠你好 安娜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跟千惠也算是认识一段时间了 但大家也是挺忙的 今天终于有一个机会 我会逮住了 我就想跟千惠聊一下 有关华人参政议政的一些话题 我们也不是代表什么官方 只是我们私人这样聊一下 对啊你也分享一下 就是你参政以来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你觉得华人参政议政 其实意义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相信这当然很多人 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想法 那在我自己来看 我觉得当然华人参政 有非常多的意义在这里面 但是最大的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来到澳洲 我们知道澳洲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一个环境 一个社区 长期以来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看到我们华人在各行各业 都有这个非常顶接 很成功的这样的人才 慢慢的当然我相信 这些澳洲的这些澳洲人 他们对我们华人也不断的在改变他们的观点 因为跟从早期的移民到现在看到 他们一般现在人比较普遍接受就是说华人都是工作非常的勤奋 这个技术性非常的强 很会赚钱 对然后也挺会赚钱的 很会存钱 对对然后各行各业的这些你说很好的这些杰出的人才呢 也不缺乏我们华人的身影 那这些当然都是每个人真的是努力出来的结果 因为他们当各行各业的华人做得好 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有点有点沾光 对因为之前说这华人一样可以做的挺不错的 但是我也注意到说尤其是在这些比较高曝光率的一些领域里面 像是在政治方面在这个体育方面 因为澳洲人对体育是非常疯狂的对 对然后在这个演艺圈方面我觉得文艺方面 文艺方面你说澳洲电视打开来的时候最早就看到就是这三个领域 其实华人的身影的面孔是蛮缺乏的对 那相对的因为他们这种公共冥想力的这种直觉性的那个很强 所以很多人的潜意识他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华人可能是比较边缘化的一个非常少数的族群而已 这个所谓我们说的主流社会是吧 对因为在这些刚刚我说的这几个领域里面 你看到里面其实华人的身影非常少 跟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看到的这个华人面孔的比例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当有越来越多的华人 因为体育毕竟还是有点天赋 对那演艺圈我相信我们可以还是也是可以继续加强 然后在政治方面呢也看到越来越多人有兴趣 那当有如果我们能够鼓励更多的我们的年轻子弟站出来 在这个领域里面好好的来来做 然后有一些就是说不管怎样看到更多的面孔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慢慢会觉得说 其实华人在这个政治领域也是可以做的不错 他们一样可以因为政治毕竟是有一点就是什么意见领袖 这个社会的一个有点比较像是在领导层的一个阶段 那当他们觉得说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的不错 不是只是技术性而已 相对的我相信说在各个行业里面 可能在一些主管的这个层次呢 他们也能够更相对的觉得说 而不是有偏见的是真的觉得说华人其实也可以做的不错 你意思就是说华人参政议政其实等于现在来讲是一个必须的 应该到了这个层次应该要必须有人去参加这一方面的一个活动 就不只是自己挣钱或者是自己存钱自己很富裕 那希望也是自己好了以后就把自己的一些能力反馈回社会 是不是这样理解 希望说怎么说书读的好多赚点钱 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每个人都想的 当然就是说只是说我觉得可能因为以前呢 可能参政的人比较少 或者说成功的例子其实也没有说 非常多的情况下难免大家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一个option 甚至说因为也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重振 但是也许有些年轻人他们是有这样子的能力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因为没有很多人站出来 他们可能怕怕的觉得说 我以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 那不能我去做别的好了 那所以我就希望说当越多人站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后来的人一些至少一些信心 例子 对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其实如果说他们真的有心有热情 就出来试一下 对 所以那就千惠你刚刚跟我们的一个分享 就是说就也希望有一些真的有这个能力 那而且是像现在新的一辈的华人 特别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语言根本没问题了 我估计以前的华人不参政 其实语言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当然这个很多东西也有时代背景 那语言上的一个隔阂 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再加上我相信在以前的一些特定的时期里面呢 即使澳洲民众对华人参政的接受度 其实恐怕也不高 恐怕也不高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背景 一个难处在 那现在当然我们也很开心 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有这个意愿 那很多就像你说在这边出生的人 他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这个语言上 或是文化上的那么大的差异 但是他们也不见得就特别对这方面有一定的热情 所以我觉得说是怎么样 慢慢的让大家至少有个机会 去发掘去培养去试试看说 因为也许有些人他就试了之后 他觉得我就是没有这个热情 或者说我觉得我对政治有兴趣 但是我并不想要走在 前面的 他可能就是说我在后面帮你出主意 我可以来支持做这个 但是他还是有他自己其他的行业 他想要去做的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其实很多 从政的可能像你 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刚从政的人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像义务的一个 或者是在旁边有选举的时候在旁边做一些筹别的 对对 但是当他投入一段时间可能就发觉 其实这个领域可能是我自己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或者能够在这一方面做的很出色 就像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有时候 不管他学什么专业 他可能也会多方尝试之后才发现自己的 自己的潜力 或者说自己真的的这个 passion 对对 他的热情是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其实年轻人应该就是多去尝试 尝试 那当然以前可能因为比较少人在这个政治领域发展 很多人就可能不把他当成一个选项了 绝对不会 那希望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说大家至少把他也当成一个选项之一 他也是就是你的career之一是可以是做一个选择的 选择 对 那切慧了你自己也重振一段时间了 那你觉得如果一个年轻人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个投身到这一派里面呢 给我们一些年轻人一个提示 有些人可能真的有这个意愿 但是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你懂吗 那从你自己的一个经验 那应该从什么地方 我想当然一开始就说不管对哪个领域有兴趣 第一步当然是你就是说去尝试 去更近距离的来接触 那这个的话通常尤其政治领域来讲的话 通常大部分都是去可能你在哪个政治任务那边做义工 或者说有选举到的时候来出来 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管道 比如说参与政党 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说自己对自己的这个 对你一个党的信念比较strong 你的value你的信念在哪里 就是说有些很多你看这些政治家成长政家 他们其实十几岁很多十几岁就就入党了 他们都是从大学就已经开始 那慢慢的从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说也许这个是right 或是或不适合他们 那政党其实从怎么讲 因为政治它是其实是一个一个时代 整个大时代的一个反应 你反应出来 因为这个怎么讲 这个现在人的想法 跟十年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 整个社会背景是不一样的 那那这些都是会演 就是有一个在一个演进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年轻人呢 它代表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想法 一个憧憬 因为毕竟未来是他们的 对 我们大家慢慢的都是在 每个人都会老 都会老 对没错没错 那那政治这东西不是你今天想做什么 明天就可以马上改变的 它是需要需要一些一些想法 一些idea 你都需要说 比如说在党里面 或者说在社会上 透过不同的一种 我们所谓的社会活动家 的方式把你的把你的idea 去跟旁边周围周围去宣传 或者说你看到谁的idea 你觉得不错我想要去帮他 因为他们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 他也是需要很多人来follow他 才慢慢的形成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声音吧 对 因为毕竟民主的国家 它是以多数人的 的选举结果 它的意见为为意见 它来来去主导说 未来未来的方向的改变 那可能有人说走三步退两步 慢慢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想法 有时候都是会变的 对对 那所以当然对年轻人来讲 如果他这样要更隐茂里面的话 很多就是可能 可能比较早就 可能就入党 透过政党的方式来参与 有些人他可能是就是比较 像类似我所谓的社会活动家的方式 就是说 哎我觉得这个什么 我号召一些人来我们来讨论 然后我们要怎样把我们的idea 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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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宣传出去 对 那或者说在 因为选举的时候通常是比较有机会的时候 很多在做这些 这些宣传 campaign的时候 你去加入他们 就从义工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习到非常多 对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呢 我也发现说在几次的选举中 我们有蛮多很热情的 这种热血的年轻人 对他们来来来帮忙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从campaign开始到campaign结束 其实你也看到他们的成长 那因为这样子的投入的情况下 可能对这些 可能一些不同的政策更了解 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更了解 然后也认识更多的人 其实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尝试 所有的路没有白走的 对 对每个尝试都有 都是有一定的收获 那有人做完之后 他们就去忙他们其他的 不管是工作上 事业上 学业上 那可能再也没有时间回来帮忙 有的人也能来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的也是有 但是都很好 我觉得都是能的 就是反正人生的一个经历 对没错 好那这一期我们跟千惠就聊到这里 是 谢谢千惠 作为我们华夏直播间 感谢 谢谢 谢谢